男孩疯狂地往家跑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要死了 15年前 父母深夜外出 之后便出了车祸 再也没回来过 15年后 地狱使者给了男孩穿越时空的机会 让33岁的小宇 买载着未来15年的记忆 回到了初中时代 这次 他绝不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回到家中 男孩焦急地呼喊着爸爸妈妈 但却无人应答 悲伤地他蹲了下来 他意识到 这个世界的父母很可能已经临时了 可此时 卧室的门缓缓打开 母亲一脸诧异地走了出来 儿子简直不敢相信 似了十几年的母亲 静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他上去就是个拥抱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看到父亲的时候 更是喜极而起 一家三口抱在了一起 爸爸妈妈一脸茫然 早上还是叛逆少年的儿子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小宇明白 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拯救父母 深夜 他去接爸爸妈妈下班回家 突然 一辆白色的轿车 错摇又晃 向着父母二人撞了过来 难道人的生死 真的无法改变吗 男孩大叫了一声 随后便在课堂上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一场梦 他根据父母的死亡时间 提前来到了工厂 三口人有说有笑 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宇不时地看着手表 他一定要阻止惨案的发生 果然 一辆白色轿车开了过来 小宇躺在父母前面 轿车贴着他的身体擦肩而过 本以为渡劫成功 可另一辆黑车 完全是奔着他们来的 儿子一把推开父母 轿车击打荒笑 爸爸妈妈还是没能逃过死劫 虽然早就预料到了结局 可痛苦真正袭来的时候 还是撕心裂肺 此时 前方突然传来母亲的声音 小宇赶忙跑上前去 没想到父母真的捡回了一条命 受伤最重的父亲 也仅仅只是擦肠 很快警方便赶了过来 而人群中 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人正是赵太夕的秘书李万基 赵氏司机因为酒后驾车 当场死亡 这个司机正是赵太夕的儿子 赵氏仁 在原本的射尖线里 赵氏仁并没有死 看来小宇可以通过之前的记忆 左右别人的命运 这简直开了外挂 父母的问题解决了 自己要做的只有两件事 以使增强体魄 重新获取战斗力属性 而是好好学习 再次考入韩国大学法学系 此时的小宇还是成绩垫底的学渣 不过一个星期后 他就成了学霸 以全校第一的成绩 进入了尖子班 曾经的小宇 是个饱受校园霸凌的冤种 学校的混子 每天只有三个爱好 吃饭睡觉打小宇 而如今的他 再也不惧怕这些痞子 看到天天挨揍了若鸡 竟然敢无视自己 小痞子们说啥 都要再修理修理他 就这样 清晰雨开启了 一人单挑一群的局面 借助游乐场的地形 小宇灵活闪躲 辗转头挪 一个后空翻 便将不可一世的小混混 挨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 小宇说自己要考大学 爸爸妈妈直接懵了 当她掏出成绩单的时候 爸爸认定小宇做了病 回到班级 教室里突然停了电 这样小宇想起了一件往事 她顺着记忆来到了一处胡同 自己曾经的安利女神 正躺在地上 失去了意识 小宇将她送进了医院 在原本的时间线里 女孩小丽因为耽误了凤衣 产生了后遗症 不得不放弃学业 而这次 小宇通过开挂 成功改变了小丽的人生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遗憾 如果你也可以回到过去 你又希望回到哪一年 拯救哪个人呢